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经济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他 感恩上天的慈悲 好的 感恩上天的慈悲 这一阵子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集气 前一阵子有疫情 我们送迷乐真经 这一阵子感觉这种冲突与不安 越来越严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早一点上来 方才的迷乐真经 我们也可以关着麦克风一起跟着读 谢谢 好的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的是 白阳圣性孟子的真意其所不能 那这个是这一个段落的最后一句 我们前面学的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精 治劳其精 苦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一直到这里 其实都是一种考验跟锻炼 经过这些考验锻炼 是真意其所不能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来 我们再把昨天的复习一下 所以动心忍性 信忠训 人生有血多愁 历经过程感慨多 风中过雨中走 向前光明坦荡修 道参办素本愿 庄严容貌身功迁 何言敬品得寒 利命了命真道理宣 正其心修其身 谨记修行得论身 用胜自心理精进 步步踏实挑大任 要结行礼参悟 明心能使己脱俗 心寥寥无所住 自信长养 真信不哭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教化菩萨以及礼铁拐大仙的慈悲 实训 真意 其所不能 来我们也先把训中训读一下 真意其所不能 训中训 修天觉 而人觉 从之 人觉天觉 立身主事 世人修道 福慧得修其 乘自贤习得功力 天心长存 细培得 胸怀眼 大心开阔 发愤徒强 孝贤者 初衷成报 定成佛 千寿意亚满 遭遭水 气其恶意 存善心 若时精进体 天恩 太平日昌日可争 温师 来 帮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信中信的大开内容 丹大任的时节阴贤 经历各项辛苦的锻炼 终能修成天觉 有了天觉 自然会有人觉从之 在立身处事上 更能体悟人觉 哪有天觉贵 其次 经过千万千摩万靠的淬炼 更深知世人修道的重要 可以修福 修会 修德 三者齐修 成就一切善因缘 即三不朽 其三 历经种种心性的锻炼 更能长存天心 积蓄陪德 胸怀远大心开阔 其次 历经各种事物的锻炼 更能发愤图强 孝胜法贤责 常保初衷 真诚抱定成佛的志向 其五 历经各种困难的锻炼 更了解千寿亦满朝损的道理 去极恶意存善心 其六 历经锻炼后的成就 更能落实精进体天恩 努力实现圣人理想 太平日昌日可征 好的 我们分段来了解一下 修天节而人节从至 这个前面 我们一路这样子读下来 先佛教导我们 要担任一个 我们说重责大任的人 这个叫做实节阴贤 他有各种各种的辛苦的锻炼 那这些辛苦的锻炼 终能够所谓的得天节 那为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那一种 透过我们说真心 真修实练 才有办法得到天节 那有了天节 自然会有人节从之 天节哪有人节贵 我们佛佛老师讲过的一段话 人节焉有天节贵 公民哪有道名高 那有了天节自然就会有人节从之 在立身处事实上更能够体悟 人节哪有天节贵的道 佛佛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一段 人节跟天节 人节呢 其实就是一时的公民富贵 眼前的光彩 这些 但是呢 他如西花泡影 眨眼间就过去了 所以他不能长久 那天节就不一样了 天节是因为我们行 仁义中性 修的是心性光明 所以能够立德立功立严 甚至行屠煞道 舍己未忍 结果就能够道成天上 名流人间 过化纯神 万代不朽 所以说 人节哪有天节贵 公民哪有道名高 再来 世人修道 福慧德 修其 这个 这一段 孟子的这一段讲的 好像就是一个 我们修道过程的那种 千模万考 其实这种千模万考 就是一种淬炼 让我们能够了解 人在这个世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应该做什么 终究呢 做再多 努力再多 不如修道 世间路很多条 我有修道不误人 所以这个 世人修道的重要 经过考验锻炼的人 更能够体会 那这里面就包括三部分 修福 修慧跟修德 这三者要齐修 所谓的修福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诸儿莫做 众善奉行 只要是好事 我都尽量做 这个就当然 可以修很多的福报 修慧就不一样 还要进一步 参悟经训 圣人留下来这些经典 先佛讲的训文 用这个来修炼自己的心性 修心恋心 而不是只是做好事 还要存好心 修心恋心 那修德又更高层次了 智人行德 用最大的爱心 用最大的爱心来行 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做好事 其实是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而且要不能够放在心上 叫做过化存神 不能够执着自己所做的功德 这样才有真功德 这叫做修福修慧 修德三者其修 这样就可以成就一切三因严 而且能够立德立功立严 三不修 再来天心长存细培德 第三讲到说 我们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 也有种种心性的锻炼 比如说苦其心智 这些都是一种心性的锻炼 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存天心 什么叫做天心 我们基工老师讲说 天心就是确认上帝存在的信心 确认我们明明上帝 确认我们主师师尊师 诸佛菩萨 其实这个上帝当然就包括 所有的诸佛菩萨 存在的信心 依此信心 这个信念会产生信心 依此信心产生力量 依此力量来实现上帝的旨意 其实上帝的旨意就是天命 天命其实就是我们的使命 有时候是自己在上天跟老母立的那个愿 那我们要有那个信心 那我们要有那个信心 存天心 努力来实践 所以呢 经过各种心性的锻炼 我们就更能够去体会这个天心的可贵 积蓄培德 来人间 其实我们所作所为 最有智慧的人是 他的一言一行一击一动皆有道 道是体德是用 所以变成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这个积蓄培德 胸怀眼大心开阔 第四 经历各种事物的锻炼 当然在人世间各种的锻炼 除了心性的锻炼 也有各种各种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道场当中 我们修办道 借事来锻炼 这个都是 那各种锻炼是 希望让我们更加花分图强 而不是借着事情的锻炼 遇到困难挫折就没力了 就没心了 就不想做了 就退却了 这样子就不是一种锻炼 真正的锻炼是 越错越有 那更加的发分图强 要孝顺法弦 法弦者 藏宝初衷 藏宝初衷就是我们常讲的 藏宝初发心者 成道有余 初发心就是我们那一份真诚的心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启动 刚开始启动那一撒那最可贵 那个叫做发菩提心 有些人是在法徽的时候被启动 先佛很自卑 讲师呢 讲的道理 打入人心 深入人心 所以他那个沉睡已久的那个菩提心 那个沉心 那个心就被启发出来 那个初发心最可贵 那个刚开始被启动 可是久了有时候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退 三天两天佛就在半天那样子 所以要藏宝初发心 这样成道就有余 真诚报定成佛的志向 第五 经历各种困难的锻炼 我们前面有各种所谓的牢奇筋骨 行符乱其所为 就是各种困难的锻炼 借着困难的锻炼让我们更谦卑 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说不要以为天下的事情都这么难做 这么容易做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哎呀这太简单了 随随便便 就这样子应付了事 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困难挫折 所以借着这种困难的锻炼 遇到困难了就知道要谦卑 谦卑是做什么 要多请教多学习 所以牵受益满招水 气己恶意存善心 我们这个白羊牵挂讲得非常好 他说牵牵为德 他说一个人要修德 一定要先从谦卑开始 因为低到极处方位高 一个人的德性是 他生命的高度的表征 那你要有那种崇高的 那一种品德 那一种生命的高度得要先从低处开始 叫做低到极处方位高 所以要用谦卑来修德 而且在修谦卑的时候要人谦并行 带着慈悲心来行谦卑 那一种谦卑才能够成于中行于外 这个叫做弃恶意存善心 最后我们经历了以上各种的锻炼 最后的成长不是只是为自己 我们除了要更落实精进 所谓的落实精进体天恩 还要为太平盛世的理想来努力 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来努力 我们要把这一份感恩的心 感谢天恩施德的心 把它实现出来 努力实现圣人的理想 圣人理想是什么 也不是为了成就自己 而是为了成就太平大同的 那种世界人间净土 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子 这个太平盛世的理想 也就能够到达 所以我们最近台湾这个地方 有点不平静 我们需要大家更能够发心 除了诵经回向 我们应该把圣人的理想 当作自己的理想来努力 太平日昌日可振 小兰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更大任的时节阴险 经历各项辛苦的锻炼 终能修成天觉 有了天觉自然会有人觉从之 在历生处世上更能体会人觉 难有的天道贵 天觉贵 其次经过千摩万考的淬炼 更深知世人修道的重要 可以修补修会修得三者其修 成就一切善因缘 即善不朽 其三历经种种星星的锻炼 更能长存天心积蓄 佩德 胸怀远大心开阔 其四历经各种事物的锻炼 更能发奋图强 孝顺法仙者 藏宝初衷 真诚报定成佛的志向 其五历经各种困难的锻炼 更了解切瘦亦满朝神的道理 去及恶意存善心 其六历经锻炼后的成就 更能落实精进体贴恩 努力实现圣人理想 太平日昌日可争 我们大家在一起把这个 信中信读一遍 真意其所不能信中信 修天天节而人节从之 人节天节立身处事 世人修道福慧得其 修起善自缘习得功力 天心长存细培得 胸怀眼大心开阔 花奋图强孝贤责 初衷成报定成佛 千兽亿亚满朝神 欺己恶意存善心 若时精进体贴恩 太平日昌日可争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恩师以路 白话训 叶力讲师麻烦一下 白阳道场是伴道人员的合议所 白阳道场是伴道人员的合议所 我修道本事从天真而开始 我的结局也一定要回归天真 制道无简责 我身为修道人 如何能以对待建立道场 修行可以任意挑选前辈否 可以任性指定道场否 在这个因缘中 我跳脱不出内心的枷锁 选择田姐 选择前辈指定道场 我又能解脱多少 容易修得到 未必是天的道 容易办得到 必成了我的道 我如何看待自己 就会如何看待社会 我如何评论道场 就会如何评论世界 伴道人员在此经现象 不明大事 世民最苦 此外皆非障碍 好 这个地方是 容易办得到 未必成了我的道 这边漏掉一个字 很重要的字 好 这一段呢 讲半道人员的合议所 什么叫做合议所 老师这边就跟我们 很慈悲的解释说 第一 要回归天真 天真的人比较不会有对待 你看那个小朋友 你在 那个孩子很小 妈妈再怎么打他 他还是会往妈妈的怀里穿 他没有对待 那我们在道场当中呢 有些人会有一种对待的心 比如说 老师在这边讲的 他说他选择前辈 选择道场 指定道场 所以激公老师就说了 就算我们选择了前辈 指定道场 我又能够解脱多少 容易修的道 未必是天的道 容易办的道 未必成了我的道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叫做合意 合意 所以我们修道也要 依这个意 合意意 我们既然跟这个新线系统有缘 我们就要抓准这条金线 不要自己呢 没有一个定向 这样叫做不明大事 这样是最苦 其他的 即使都不是障碍 文师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不该有太过尖锐的气势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吗 是 果然上帝是无所不在 倘若你看不到上帝 这一切对你而言 就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 为师要提醒你们 你们身为一个修办道人员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 太过尖锐的气势 修到修这么久 不该把这股气势 越修越旺盛 若把这股气 越修越旺盛 你是在为你自己造业 不是积德 修到不必用什么气势 你若心中有道 走到哪里 成全到哪里 你若心中有天 伴到哪里 就化到哪里 伴到人员 这四个字 是你们的荣耀 但不是为了增加你们的优越感 一个上天的仆人 是绝对不能在上帝眼前 有任何放肆 安安静静的作孽的本分 道物一定能稳定 基础一定会坚固 好 半道的道场是大家在这边学习成长 这个叫做合议所 合议所里头 除了我们要有清楚的认定 自己的阴言 自己的道场之外 我们在这个道场 大家在一起 夜修 应该夜 大家那种心平气和 太和之气要修出来 而不是修修修到最后 有一股太过尖锐的气势 所以这边老师就说了 修到修这么久 结果这一股气势越修越旺 那种尖锐 什么叫尖锐 是讲话很尖锐 让人家听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说 讲话一定要很合业 这个是修这个太和最基本的 连讲话都很容易刺伤人 那个就是代表我们的气势很旺 那这股气势旺 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有好处 有时候变成自己在照念 而不是在积德 所以我们说存好心说好话 做好事这个积德 可是如果我们说的是尖锐的 赐伤人的话 那就不是说好话 那也不是在积德 所以老师在这边说 修到不必用什么气势 如果我们心中有道 到哪里都可以沉浅到哪里 心中有天 办到哪里就可以化到哪里 所以老师提醒我们说 办道人员这四个字 是我们的荣耀 但是不是我们的优越感 我们当上天的仆人 是为了服务大众的 服务众生的 而不是不可以在上帝眼前 有任何的方式 好好地做自己的本分 努力地就能够把这个基础给稳固了 好 叶丽讲师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灵性需要的学习与发展 人不只是住在肉体里的灵魂而已 而是灵魂与肉体合一 有的人认为它是男性的灵魂 进到了女性的身体 或者是他认为它是女性的灵魂 进到了男性的身体 其实事实是他的肉体 就是他灵魂所显现的 所需要的 所必须学习的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 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 并没有符合一致呢 其实这就是 人所需要加强的地方 就像残废的人 虽然他看起来并不是病 可是他毕竟是不完整 人在灵魂的情感上 也是一样 也会有残缺的地方 或者是还没有完整的地方 但这并不是病 只是他还需要再去发展 好 灵性需要学习发展 这一段是 季工老师在多米尼加 人家提问 扳演 应该是这些徒儿们所提问 有关我们讲的 人有一些性别障碍的问题 不管是同性恋 或者是其他的等等 其实这些问题 我们可能也会去碰到 去接触到 需要去处理 怎么去协助他的意思 那这一段 只是一个开头 其实后学看过的 有关这一方面 只有我们 季工老师所讲的 怎么去学习 发展 调理 属于这样的问题 内容讲的非常的精彩 我们今天 只是先引一小段 明后天 我们还会继续 来把季工老师教导我们 将来要怎么去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人 我们怎么去协助他 比如说这里 讲到一段 人的肉体 其实就是他灵魂的显现 还有他所需要的 所必须学习的 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人会有 我们会看到人 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 有某些方面需要学习 有某些方面特别的需要 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他 就是所谓的 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 这个也不能看成是 完全是病 所以说 看起来并不是病 可是他就是不完整的意思 不完整 意思是说 人在灵魂跟感情上 这方面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不完整 不完整不是病 只是他需要 某一些学习 跟某一些发展 那这个部分 我们激光老师 他很慈悲 他从灵性的投胎来 开始跟我们讲 到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子 那个看了 我们都会非常的感动 激光老师真的是 在世的佛佛 他非常了解众生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 明天再继续上来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 来介绍 激光老师慈悲 跟我们勉励的 有关这一方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